大家好,我是高欢唐高老师 那么首先感谢您再来到我的课堂上 那我们现在继续我们这一节课的一个小单元 我们继续谈IPC 我们在上一节课已经谈到了 IPC通信的一个基本步骤 那我用了牛郎跟知女来做个比喻 比喻他们要达成这个目标 就是要7月7号要能够约会 那现在假设呢 牛郎跟知女 这个也不知道他在何方 甚至呢也不知道是哪一位的知女 所以呢他需要有这个媒人啊 媒婆来做配对 做配对 那么配对完毕之后呢 我们需要有喜鹊桥 OK 不是建一般的水泥桥咯 他要有喜鹊桥 之后呢就可以相会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三步骤其实就是配对 建桥跟相会咯 那我们上一节课有做个比喻呢 说这个是牛郎 这个是牛郎 那这一边是知女 但是我们在这里想做个稍微做个修正 让他更精准的来做这个比喻咯 我们这一边可能是media player呢 那是来播放MP3的一种乐曲 像说古增啦 琵琶啦 等等的 那么这个有知女 来这一个弹琵琶啦 弹古增啦 对不对 那这样会更精准一点 那牛郎 要来找到 这一个知女 找到知女 然后呢 我们来把他建立出 一个喜鹊桥 那他们 能够在7月7号相会咯 这个时候 牛郎可以吹笛子 给知女听咯 然后知女可以弹琵琶 给牛郎听 就过着幸福快乐的一个 约会的夜晚 OK 好 那我们就 依据上一节课 的一个小单元 我们说明了 那么 为了能够达成 让牛郎跟知女 能够相会 而且可以听得到 而且可以听得到 他 啊 这个弹的 这个 MP3 或者是 呃 琵琶 或者是 这一个古增 好 那么 我们需要 有一个 EIT造型 需要有一个 EIT造型 来实现 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 上一节课 也说明了 这个 啊 需要的EIT造型 它是由两个 小EIT所组成的 那我们是拿 Service的EIT 这Service的 EIT 加上 Buy的 EIT 就两个 EIT组成 一个 啊 桥梁 这就是 扑桥咯 好像有两个 桥盾 对不对 啊 把它 组合起来 好 就可以达成 这个目标 那我们现在的 比例 用一个比较 精准的比例 这就是 苗郎 的 也是一种 T OK 啊 也是一种T 那 这一个呢 是 属于 织女 织女 的T 啊 那 这个是 这个阿桃 啊 阿桃的T 这个 挪B的T 啊 这个 亚桃的 那 亚桃的T 那 这边 就是 MP3 咯 骨针咯 好吗 还有 还有 这一个 琵琶咯 好 我们用这样的比例 那么 我们也都知道了 这个 牛郎 要来找到 知女 就是像 小李子 找到 格格 需要有一个 慈禧太后 在上面 叫做 Activity Manager 咯 或者 是不是 啊 Activity 的Manager咯 或者 Manager Service咯 背后的 Manager Service咯 那 透过 AMS 等等 来 配对 找到 知女 找到 适合条件的 知女 然后呢 因为这个 知女呢 没有 IVJ口 所以呢 他 就 取得 请 这个 阿桃呢 提供 这个 IVJ口 给 这个 牛郎 那 他就可以 透过 阿桃呢 这个 来跟 这个 知女呢 做这个 联系咯 对不对 做这个联系 那就可以 进一步 做 约会咯 OK 那 他的基本 的一个 桥梁的结构 是长成 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 把他 归纳出来咯 这个 牛郎 知女 约会的 三个步骤 就是 配对 剑桥 相会 这是 我们用比译的概念 接下来 告诉你 在软件里头 怎么去实现 这样的 三个 步骤 三个步骤 所以呢 我们 用 Activity 来 跟Service 来做个 牛郎跟知女的 这个比译 如果今天 这个 牛郎 就是Activity 就是Activity 咯 对不对 Activity 就是 这里 牛郎 Activity 知女 Service 那我们现在 要来 实际上 说明 Activity 使用 Star Service 然后 然后 来这个 透过 Star Service 来跟 这个 AMS 就是 慈禧太后 来做配对 配对到这个 合乎条件的 Service 意思 就把它启动咯 就把它启动咯 就把它启动 启动的意思就是 找到的这个Service 的对象 的对象 再来调用它的 OnCreate 调用它的 OnCreate 这个函数 OK 这就是启动咯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叫 Bind Service 又调用 这个AMS的 Mind Service Service 那他目的呢 这个什么叫做Mind呢 Mind就是建桥 建了一个桥 那这个桥呢 就是连结两边 所以在电脑的术语 叫做 Connection OK 那也就是我们比翼 的 这个桥 比翼的桥梁 OK 所以 前面这个叫配对 第二个步骤 叫做 绑定 绑定 绑定呢 就是建立出 这一个桥梁 第三个动作就是 有IVJCOR啦 因为桥梁 就是的桥头 这个桥头 就是 IVJCOR 那TOKO IVJCOR的 Transact 这个函数 就是 Activity 可以调用 IVJCOR的 Transact 这个函数 那这个IVJCOR呢 它背后 透过 透过 My的PROXY 还记得吗 透过 My的 PROXY 这样的一个分身 这个分身 来跟底层的 驱动 Linux的驱动 来做 衔接 衔接 然后再由驱动 来调用 这一个 Nubi 的 Exec Transact 叫Execute ExecuteTransact 那 这一个动作呢 在调用到 MyMind 的 OnTransact 那这就是 调用的 过程 好 那这个 调用的过程呢 我们 来看 实际的代码 实际的代码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的这个实际的过程 用图形 让你 更熟悉一下 好了 在这里 有没有 当这个Activity 在这个地方 Activity 透过MyThePROXY 的 My的这一口 对不对 是通到 通过ZMI 通到这个驱动 驱动 再通过这个Transact 再扣到OnTransact 再扣到这个 Exec 再扣上来 再扣到这个OnTransact 刚刚在讲 就是这个步骤 好 那这是 通往这个Nubi Nubi在通往这个 子女 或者是格格 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就是 刚刚 所描述的 现在 我们再回头 刚刚是在讲 刚刚给你看的图呢 是在说明 这三个步骤 首先 找到这个 格格 找到这个 子女 接下来 剑桥 接下来 是 透过 这一个 Activity 就可以调用 My的 Plexi的 IP接口 那My的Plexi的IP接口 它就 透过ZMI 去跟底层的 连续驱动 接口 接了 那么 底层的驱动 再来调用 加把层的 Exec Transact 再来调用到 Nubi的 有没有 这个 OnTransact 从这里再调用 到 10 OK 好 那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代码咯 讲这么多的过程 那么 我想 各位呢 急着想看代码 OK 那这是一个 还是一样 这是一个 E咯 有没有 这是最左边那个Activity的EiT咯 这是T 有没有 这是 牛郎的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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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呢 这里头第1个动作咯 在牛郎的这个T里头 第1个 要 发出 这个 一封信 给慈禧太后 有没有 给媒人 这里头放的是 他的条件 这是 要找到的 子女 或是 格格的条件 所以 要求 慈禧太后 帮忙找格格 或者是 要求媒婆 帮忙找子女 这是 子女的条件 那么 找到了之后呢 把它启动 启动了之后呢 我要来 建立 一个 Kanai雪 就建桥 建一条桥 给他们来相会 好了 建了桥 如果绑定完毕 那么 这一个 慈禧太后 这是 框架 这是 AMS 刚刚是 在这里是 要求AMS 去 找到 这个 启动 这个格格 然后呢 建立一个桥 有没有 建立一个桥 那建完桥之后呢 这一个AMS 就 就 因为我们这里是 请 这一个 媒婆 协助去建这个桥 有没有 也就是 请Android的框架 帮忙 建立出 这个 Connection 那当这个 媒婆呢 协助把这个 许切桥建起来 那他就会告诉 牛郎 这个桥在哪里 这个桥头在哪里 也就是桥的接口在哪里 所以 这个时候AMS呢 就会 回来 调用 反过来 调用 这一个 牛郎 底下的 一个对象 叫做 Connection的对象 这一条桥 那 他会来调用 他的函数 叫 On Service Connect 就是 当 AMS 这个支带后 或者媒婆 协助 我们去建立这条桥 当建完了 桥 是在建完了 这条桥 的那一刻 他会来 调用它 来告诉你 这条桥的 这个 桥头在哪里 也就是 这个桥的 IB接口在哪里 那么 这个 他传回来的参数在这里 我们把它 存起来 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的目的 做什么呢 存起来的目的 做什么 这样子 待会呢 我们就可以去 跟他A会了 就跟他A会了 OK 好 那我们来看 Service这一边呢 这是 支你 你咯 这是 支你的 T咯 这是 支你的 一咯 那 这个就是支你的 I咯 那刚刚有花出两个 两个 指令 一个 STAR 有没有 一个 Bind 那当他 这一个 发出 牛郎 发出 STAR service 的时候 那 磁细太后 就去找到 这个支你咯 找到支你之后呢 磁细太后 会来 或者 美婆呢 会来调用 ONSTART ONSTART 调用ONSTART呢 那么 他要把这个 IB接口回传咯 想把它回传咯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他去把 ATO NU起来 NU出一个 ATO OK NU出这个ATO 好啦 这就是 对应到 这个刚刚的 STAR SERVICE 的这个函数的调用 那么 第二个动作呢 在这里 叫做 绑定 键 剑桥 MIND SERVICE MIND SERVICE 这个时候呢 出去太后或者是美婆会来调用ONBIND 调用ONBIND 对不对 调ONBIND的时候把这个阿头 的指针 把它回传回去 其实是回传的 这个 阿头的 这一个 IB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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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阿头才有IB接口 阿头才有IB接口 我们再 回来看这里 你看 当这个 牛郎要求AMS 就是 去绑定 这个支吟 建立跟支吟的连结 那支吟就会把这个阿头 的 这个IB接口 把它回传给 赤系太后 赤系太后再把 接口传回来 再把接口传回来 OK 所以我们再来 看一遍 这个 代码 所以START SERVICE 这是由牛郎花出去 给美婆的 那么 美婆就去配对 配到的SERVICE 在这里 然后 他就来执行 ONSTART 这个时候 子女 就把阿头呢 的对象扭起来 这样子 START SERVICE 就做完了 就做完了 OK 或者ON CREATE 也可以 OK 那这个没关系 我们现在重点在于 了解 在启动 找到的 子女 再来启动子女 的时刻 就会把阿头扭起来 对不对 扭起来 好 到了第2个动作 叫做BIND 刚刚你有看到的 叫做MIND SERVICE 这个时候呢 他就 MIND SERVICE呢 就请这个 美婆呢 来 这个 绑定 这个子女 建立 桥梁 这个时候 AMS会来调用 ON BIND 这个时间点 之女 才把这个 阿头的 MIND的 这个口 I MIND的这个口 把它回传 给 慈禧太后 回传给 因为这个是 慈禧太后来调用的 回传给 慈禧太后 那么 慈禧太后 做什么呢 他接到的这个 啊 桥梁建好了 桥头的信息 他就回来 在这里 调用它 调用它 调用这个函数 把这一个 阿头的 这个 IV的 这个 这个 传回来的 就是刚刚 那个 阿头的 啊 IV接口 然后再把这 IDOLIV接口 把它存起来 待会就可以 去扣 这个IV接口的 存 set的函数 扣到存 set函数呢 就是实际上的 约会 啊 实际上的约会 OK OK 好 那 这个就是 买卖的咯 有没有 他就是 会来实现 这个 on transit 的咯 OK 这样子 好 那我们 再来 做文字上 给你做一个 快速的 一个 整理 在买卖的 调用 STAR service 所以 就调用到 这个是给 AMS的 给自己太后后 美婆的 那么就会调用 这是AMS 就是美婆呢 就会调用 service START 那么里头就执行到这里 这就是 啊 你有一个 阿头 这阿头的 对象 就把他 扭起来 好 把他扭起来 那在 扭的过程当中 他会来调用 这个 这个 阿头的 建构式 就构造式 OK 那 construct 那么 因为 这个 鸡类 鸡类的关系 当 遇到鸡类 鸡类的关系 他来 new 他 会调用 这个 鸡类的 构造式 鸡类的 构造式 会来 啊 调用 这一个 附类 就是他的 附类的 构造式 啊 他的构造式 那在这个 构造式里头呢 啊 这个 附类的构造式 就是 by的这个类 啊 的构造式 他会调用 c 层的 啊 这一个 函数 那 c层的函数 定义在这里 叫做 zmi的 稳定函数 然后这个 调用到 init呢 这个是属于 本地的函数 这是往c++ 去调用的 啊 那往c++ 从去调用的时候 他会来 创建一个 啊 叫做 java bmy的 holder的 对象 好 然后这个 对象呢 的指针 会把它放进 mymy的里头 让这个 mymy的的 对象可以指到这里 这个目的做什么呢 啊 就是 刚刚有看到 这是my的 这是我们的 阿头 这是mymy的 那么去new它的时候 它会来new它 所以整个eit 就 形成了咯 这个work啦 然后这个 啊 这个my的呢 它马上会往 这个 这边是gmi 会往c++ c++ 去调用 那调用做什么呢 啊 它的目的 啊 目的呢 就是在这边 创造一个 叫做 java bmy的 的对象 啊 这个对象 然后呢 把这个的指针 让它指向它 这个目的做什么呢 记得吗 我们 未来真正在约会的时候 真正调用的时候 是要从底层 网线调用到它 的 exec transact 还记得吗 那么 它要调用它 我这个阿头 要主动告诉它 我阿头的位置 在哪里嘛 我的指针是什么 不然加化成 那么多的阿头 它怎么知道 我要来跟谁 约会呢 要来找谁呢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动作 就是 在这个负类 被拧起来的时候 负类主动的 调用 init 这个 c的函数 把自己这个阿头的指针 放在 这一个 叫做 java bmy的 holder holder里头 holder呢 hold住 这一个阿头的 对象的指针 那么 接下来真正要来访问的时候 先去 从这里 找到这个holder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阿头的指针 找到阿头的指针 是不是他就可以扣上来了 原来的目的是要把阿头的指针放到西架架层 让待会要来访问的时候可以找到这个阿头 ok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让你了解整个过程 这个是 子女 在子女去针 一个阿头 为什么 因为子女没有IV接口 针一个阿头 的这个T 这是T 然后他会来调用他的Mind的这个构造式啰 这个构造式就调用C++的C的 init 然后他就去new一个这个holder的对象 holder的对象 然后把它让他这两个就可以连起来啰 那就可以连起来啰 找到他就可以找到他啰 对不对 从找到他就可以找到他啰 对不对 同样的 找到他也可以找到他 对不对 就把它连起来啰 ok 所以 原格上这一个 是这个的分身 对不对 以后呢 当我们从这个 底层上来 找到他 就可以找到他 对不对 就可以很准确的扣到他啰 好 扣到他啰 ok 因为鸡类子类 合起来是一个对象 所以 找到的阿头 就可以扣到他 ok 第二个动作 就是 讲更详细的 start service啰 所以 MyActivity呢 既然找到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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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女啰 就可以来 哭桥 来绑定 建议connection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来 调用 on mind 也就是 这一个 牛郎 调用 start service 去 跟这个 请求 这个 之女 不是 请求这个 美婆 那么 美婆呢 就会 去 调用 这个 之女的 on mind 调用之女的on mind ok 对不对 那 这个 之女的 他就把 阿头的 把阿头的指针 把它回传给 AMS 对不对 回传给他 这是 阿头的 IV接口 阿头的IV接口 就把 回传给AMS 然后AMS呢 会再 回传给 牛郎 回传给牛郎 所以呢 就将这个 IV接口 将这个 阿头的 IV接口 这个 把它回传给 Android框架 就是 AMS 就AMS 就这样 所以 他是 在这里 他发出 My的service AMS就接到 AMS就来调用 这里的on mind on mind 在这里 他就把 这一个 这个是阿头的 对象 把阿头的对象 把它回传回去 把它回传给 AMS AMS呢 就把它 要回传给他 对不对 那回传给他怎么做呢 就是 call 这个 刚刚有看到 on 这个 connected 有没有 这个函数 就会掉入这个函数 这样子 所以 AMS接到 这个 IV接口 就可以 抓到的 就可以找到 这一个 holder 因为 他接到的是 阿头的 对象 这个 my mind的 对象 就是阿头的 对象 这阿头的 对象 回传给AMS 对不对 那么 他就可以 找到 西加加成的 这是加瓦成的 那这是 西加加成的 一个分身 这个分身 OK 所以 那找到了分身之后 就来创建一个 my的 proxy 那我们来看 这个图 就更详细了 第一个 好 第一个动作 这个 my activity 他发出一个 叫做my的service 给AMS AMS呢 就来 找到 Zini 这边是有 service 然后 my service 找到Zini呢 找到他 call他的 onmine mine的 这个函数 那onmine的函数 就把这个 买卖的 就是mv mv就是 是这个阿头的 这一个 对象 阿头的对象 把它回传给 ams 就是mv 这是阿头的对象 好啦 那找到了阿头的对象 是不是找到这边的那个holder 刚刚的 找到这个holder 因为 刚刚我说这个holder跟他是配对的 他有他的指针 所以呢 就依照 从这个holder 找到他的指针 找到这个 刚刚是从这里下来的 刚刚是从这里 call rnit 把这一个 阿头的指针 放在holder里头 现在 只要拿到holder 对不对 ams 从这个holder 再来创建一个这个t 因为holder里头有这个这个的指针 所以拿到holder就拿到这个的指针 就创建一个这个7++层的t 那么就把指针放进来 所以这个t就可以指向他了 OK 那这个t呢 又有iv的接口 再把iv接口给他 就变成他了 所以等于是说他 就可以通到他了 那这个mine的proxy呢 是属于在这个进程的 那他就提供一个接口给他 所以ams呢 就把这个接口 传给他 所以真正传给 activity的是这个接口 而不是这个接口 也不是这个接口 OK 那这个时候 怎么把这个接口传给他呢 就是调用他的onconnected的 这个函数 就把它传回去了 OK 所以呢 再讲 这个是整个绑定的过程 建了桥之后呢 建了桥了 那mine activity就抓到这一个 ivj口了 所以绑定了之后 那得到的 桥两的头 叫ivj口 然后就可以 实际上去调用 这个ivj口的 transact函数了 这段反而比较简单了 所以 刚刚你已经看到了 这个整个过程 因为 整个桥梁是在这里 这个整个 都是要接往 这个支你 的 这个桥梁的部分 这是桥 桥的部分 所以有包括 这一边的proxy 有包括这边的mine 然后 这个是 阿头的 这一个对象 这个可以讲是 阿头的 分身 然后这个 也可以讲 阿头的西加加加层的分身 这是阿头的西加加层的这个分身 然后这边是阿头的加把层的分身 所以这是EIT 也可以这样看 这是EIT 这是EIT OK 把构成这个剑桥的动作 OK 那这就是 在 刚刚在讲 就是说 我们在 ZMI这一块 写了一个红色的西线 表示呢 这个 这里 刚刚在讲这里 表示 这里也不是直接通过来的 其实它 是透过底层再上来的 OK 这在讲 其实是透过 这个底层的驱动 透过几层的驱动 就是这样子 OK 是 真正从这里 刚刚是画一条西线 到这里 其实呢 并没有这一条 而真正的是 走这个路线 OK 所以 总结 这是 Star Service My的Service 来 这个 找到 子女 再来剑桥 之后 就实际的 调用Transsect 做A会的动作咯 OK 好 那我们就 把你介绍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